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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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帶了一本書來 書名很有趣的 叫做《不要舔者本書》 這本書的主角叫做小迷 它很細很細很細 要用顯微鏡才看到它 因為它是微生物 大腸肝菌 小迷可以存活在不同的地方 天上面 地下面 海裡面 動物身上面 魚的肚裡面 以及我們的腸道裡面 如果用放大儀器 把牙齒放到很大很大很大 我們除了見到小迷之外 還會見到很多很多個小齊 小齊是住在我們口腔裡面的微生物 鏈球菌 原來平時我們穿的衣服 都可能會有另一種微生物 它叫做丹尼絲 是一種會導致衣服有異味的微菌 至於我們的皮膚 原來都有微生物寄居 好像肚致一樣 如果用放大儀器 放到很大很大 就會見到有很多很多個傑克 傑克是棒狀肝菌 其實這本書叫做 不要田者本書 就是想告訴我們 微生物無處不在 好像這本書 就可能已經有很多很多微生物 所以我們平時要注重個人衛生 洗手、擦牙、洗澡、穿乾淨的衣服 另外還要飲食均衡、做運動 提高自己身體的免疫力 都是同樣重要的 好,今天先說到這裡 下次再分享另一本好書